港珠澳大橋通車大約5個月 大橋珠海口岸的出入境客流和車流不斷攀升 同時一部份遊客企圖蒙混過關 體驗大橋的情況亦都有所增長 港珠澳大橋開通約5個月 經大橋往來的客流快速增長 經大橋珠海口岸的出入境客流和車流不斷攀升 直至本月20號 已經累計嚴放出入境旅客超過634萬人次 現放車輛超過18萬人次 根據粵港雙方商定 准許現有獲准通行其他口岸的粵港非營運小汽車 分兩個階段免加簽試用 通行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免加簽通行政策試用期為兩年 政策第一階段上個月尾開始實施之後 相關口岸出入境的車輛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 大約為日均1700架次 是口岸開通首月日均現放量的兩倍游多 而港珠澳大橋開通以來 除初段及親春期間出現下流高峰之外 近期特別是週末雙休日 口岸的通關客流量亦都出現較快的速度增長 但同時一些內地的中老年人由於法律意識不強 到大橋珠海口岸白狀 企圖蒙雲過關 體驗大橋的個案亦都不斷增多 邊境部門就提醒 出入境需持有合法有效的相關證件 依法依規出入境 否則將會受到相關法規的處罰 澳澳維視綜合報道 好